好,我们来看一下例题7 这个反比的一个数学式 假设Y跟X乘反比 好,看到这句话 这个马上要联想到 这个X乘Y它会等于K K是一个常数 而且K不等于0 好,那怎么样算出K 题目后面还有跟你说 当X等于3的时候 Y会等于4 所以这时候你要算K的话 你就把X换成是3 把Y换成是4 3乘以4就是K 所以我们算出来 K就会等于3,4,12 那K既然等于12的话 我们就晓得说 这个XY的一个关系式 就是X乘Y等于K K就是12 所以我们就知道 X和Y的关系式叫 X乘Y等于12 好,那你既然有这个关系式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很简单 你就知道 X和Y之间的一个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第二小题 当X等于6的时候 Y是多少 你就把X换成6 6Y等于12 那很清楚的 把6除过来 Y就会等于12除以6 那就是2 那就是2 Y等于2 好,那第三小题 XY等于1的时候 X是多少 那你还是一样 我们有这个式子 XY等于12 当Y等于1 你就把Y换成1 X造超 X乘以1等于12 那很清楚 可以知道 X就是12 这个呢 反正请你记得 你只要 题目呢 只要告诉你说 Y跟X乘反比 或者是写说 X跟Y乘反比 你看到这个关键字 叫做乘反比 马上联想到 X乘Y等于K 然后K是一个常数 K不等于0 马上联想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接下来的解题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